哈囉大家好,歡迎回到星期日拯救計畫 我是二日 今天來到台中秦美成品二樓的文具館 你們看看現場這個氛圍 天啊我的手真的忍不住啊 每到手帳季一定必須要來成品親自摸一摸這些手帳到手軟才行 你們說對吧? 但今天有一個更重要的任務 就是我們要來找一找正在成品工作的這些小同事們 到底他們每一天摸這些手帳之後 最後會選擇哪一本當作他們明年的手帳本呢? 同事同事請問一下方便借我一點時間嗎? 可以 都不問我就可以是嗎? 想問一下你是在我們文具館裡面是什麼? 哪一個吃的? 我在事務區 在事務區就是等於是負責今年手帳的部分嗎? 好,那就問對人啦 關於明年的手帳你有想好要買哪一本了嗎? 有,明年的也是薄的 也是薄型的 然後是海苔的 喔,海苔 然後它去年是出B5大小 然後今年出更小的 所以我才想買它 它這種長版的可以在電腦前面使用 喔,對,因為它是長長的這種 對,它是這樣長的 欸,它顏色不一樣欸 它有三面筆記類似 好可愛喔 然後後面都是可以標註的 顏色很可愛欸 對啊,而且它字體很大 對啊,配色很可愛 想要先問一下你是在文具館附的哪一個區域的啊? 是禮品區的 禮品區就是傳說中一直要幫人家包禮物的那個嗎? 對,就是那一個 好,那我有點好奇 禮品區的同事今年有用手帳嗎? 有,因為我比較外貌協會 喔,就想要看起來 對,舒服 對,很有質感的感覺 對,它的顏色也很好看 它裡面的字體的型就是字型很好看 看起來舒服 就很難看 跟它的配色我也覺得看起來舒服 可以看一整年的那一種 啊,真的 它是直式的時間軸的設計 對,是直式的 然後是一個小橘色 有點復古的感覺 有一點 明年的手帳有選好了嗎? 有 一樣是Rodilla 這麼癡心絕對 對對對,就有點改良 就像今年上這個就是實現 很容易分隔就是天素 跟今年不太一樣 對,跟今年的不太一樣 數字變得比較小一點 其實看起來比較優雅欸 對對對 請問一下 請問你是在文具館哪一區的啊? 我在精品區 喔,就現在這個 感覺有點富麗堂皇 的這個地方 其他同事跟我說 你的手很漂亮欸 說你是手模欸 你知道我是文具界的嗎? 欸,它這個手這真的美欸 你看 你戴它這個手指 上面會戴戒指 看起來更美 有 超可愛,超可愛的同事 其實真的很漂亮欸 這讓感覺有點像結婚 有在寫手帳嗎? 我是寫無時效的筆記本 Rodilla好紅喔 文具館 剛剛有個同事也用 這樣 喔,是不是因為沒有時效性 感覺比較沒有壓力 就比較彈性一點 然後會買可愛的貼紙 有時候可以裝飾在裡面 有選好了嗎? 有,已經挑好了 也挑 那它速度是這麼快 好喔 MAX的人 這一本 想要來挑戰一下有時效性的手帳 對,因為一直以來都是用無時效 然後今年挑選了很多品牌 因為我自己比較喜歡有圖案一點的款式 喔,因為就還蠻簡單可愛的耶 對,就是很簡單 然後它每個月會有不一樣的顏色 後面這邊的話就是記帳的功能 它真正每個月也有不一樣的顏色 看到這個感覺有點頭皮發麻欸 但是可以比較有效率的管理你的金錢的部分 嗨同事 不好意思,打到你了 想問一下 欸,是在文具館是哪一區的啊? 我是事務區的 事務區 你現在有看手帳覺得很煩嗎? 禮貨的時候 明年的手帳你有決定好了嗎? 有啊,明年的 大家都超快速決定 因為我們每天都在看啊 所以已經都 會一邊禮貨一邊想說 這本好還是那本好講嗎? 對,跟APJ的 它就是 裡面是有點像乾特補的這種 可以讓你做很詳細的計畫 還蠻特別的耶 然後它也是 它其實格式蠻多的 就是有像這一種的 月計畫 然後後面 所以它是前面是月計畫 可是後面是乾特圖的這種 對 家庭使用的話 就是爸爸媽媽小孩 每個人的計畫 都可以寫在這本裡面 喔 就體重啊 睡眠時間啊 什麼的 看來這個同事已經準備好了 同事,請告訴我一下 你是文具館的 我是負責文具館的集長 聽起來很big 小咖 小咖 那這本就是你今年用的手帳嗎? 對,我今天用的手帳 就是因為我覺得它很小粉 但是它裡面就是 你需要的功能都有 月計式 然後它又是黃色可以攤平 所以你其實可以放在 可以180度攤平 然後你可以放在你的 就是 電腦 對,電腦的 鍵盤前面 很適合居家辦公的一份 對,沒有錯 然後它又有週記式 這個是可以被看到的嗎? 可以的 沒有什麼機密資訊 手動馬賽克一下 週記的下方 就會有下一個月跟下一個月 所以你可以是去排成你家 這一週的行程跟下一個月的行程 或是下一週要做什麼事情? 因為我現在目前就是有兩個在猶豫 大概目前第一個就這樣 欸,你是一般平凡人欸 因為就剛剛所有採訪的同事 全部都已經立刻決定好了 你只有你才懂我們這種平凡人的煩惱欸 因為要用一年 所以要很謹慎宣傳 真的喔,他們憑什麼這麼快決定好了 因為我都還沒決定好 所以你一本的候選人是這一本? 對,它是馬托卡 然後它這個系列 像這個是傑萊德 然後打開之後 一樣也是奶黃色的那一頁 對,因為其實你這樣眼睛比較不刺眼 對,然後它一樣是可以180度攤平 所以你在桌上是很好使用的 所以你在桌上是很好使用的 上一個月跟這個月跟下一個月 欸,這是你很在意的ポイント欸 因為你說其實下個月如果節日 你可能前面就要先上面有背貨啊 哦,懂 比較需要這個上下月的 有感受到組長的高度 哈哈哈 另外一本是GS Delivery 然後它現在還沒有到貨 然後十月中會陸續到貨 如果當然可以來選購 哈哈 順便制錄一下是嗎? 它的粥 就是下面會有 一樣是你可以先把你的 就是重點工作 所以每一天就有 哦,它是在上面 對,然後一下方會有這麼大格的筆記頁 所以其實你可以更有 自由靈活運用你自己的週記 就下面的格式可以自己切 對對對,沒有錯 哦 好的,那麼這裡是滿載而歸的兩隻手啊 我還獲得了大家包給我的 成品賣得非常好的周邊跟手帳門 那我們來一探究竟吧 看來大家,我這雙手也是有拿過 Hobonichi手帳門的手了 這真是我人生第一次 好好的拿著呢 這個果實樹的系列是 插畫設計師的特別聯名款 你們不覺得看起來好像有點微風這樣吹拂過嗎? 尤其是書籤神的皮革跟這個 小墜式小果實的感覺 我覺得看起來還蠻顧眼睛的 旁邊有個時間軸 我自己覺得弄這個雙頭柄呢 應該蠻適合的 你們看就是每一個時間給它壓一點不同的顏色 看起來蠻清楚的 再來,哇這次應該是 Hobo的周邊大熱門款吧 吃茶店的這個花邊帶的聯名系列 我們接著就來繼續把這夜完成看看囉 我跟大家說一個認真的 如果連我都能好好的把九波糖跟無足聯名的這個空心筆給組起來的話 真的沒有誰不行了 至少我在組的時候覺得還蠻輕鬆的 再來你們看這個墨水 乍看之下覺得喔 藍藍綠綠黑黑 但反射之後你又覺得它紫紫紅紅的 你想說天啊 MAGIC 就是這種感覺大家 我真的有深刻感受到這次聯名墨水的一種 魔幻感 我真心覺得沒有鋼筆又怎麼樣呢 你看 還是能用空心筆好好的體會一下這種 哇弄墨水的感覺 於是我很心高才烈的把這些新東西們都好好的記錄下來了 接著我們用一樣非常受歡迎的無珠點點筆 來做一頁超級愛恨糾葛的2023年首張會議吧 好的果然度過了一段非常快樂的首張時間啊 我的首張本上面就是要有戰力品跟我各式各樣人生的 十字入口的煩惱 那麼我自己覺得A6這次雖然對我來說蠻適合的 翻過來你會發現 Hobo使用的這個八川紙真的是墨水扛的 真的是名不虛傳啊 扛把子 再來這一本聽說成平的粉絲當中 Snooby迷超級超級多的 所以明年的首張本裡面呢 也出了各式各樣的款式 而且你們看不論是後面的附錄啊 或是前面這個月計畫 你們不覺得它的飽和度都設計得特別的低嗎 所以看起來真的蠻有氣質的 這一本呢是一個八分科的週計畫本的頁面 而且看完這個每一週的小四個之後 就會有點被Snooby氣到耶 他就是一個很調皮的角色 好啦 再來我們可以拿著這個Midori出的這個小小的蠟筆 如果說這一天可能是你這一週當中 特別重要的戰鬥日好不好 就是你可能真的是覺得自己熬不過的那一天 我們就特別把它畫起來吧 框的這麼可可愛的話 很可能應該就可以熬過那一天了吧 我們來寫看看吧 我覺得人生真的是因禍得福啊 因為我原本呢畫了一個太過歪的框了 所以呢就想著用一個之前別人教的一個 手帳的開窗大法 這樣子看起來我的這個禮拜天 有了這一扇門這個窗之後 是不是就變得有一點可愛了呢 OK好啦 那麼以上 所有東西當然都是來自 2023年成品手帳座力掛力展 大家都可以在全台灣的成品書店門市找到 或是你要上官網去買當然也很棒 那麼也不要忘記一定要下載成品APP 聽說可以獲得更升級版的 可是剛剛的好的優惠 那麼因為這一集實在是太過滿載而歸了 所以決定要來辦一個小抽獎 要是大家不介意這兩本手帳 都有被我小小的試寫了一頁的話 非常歡迎大家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任何關於今天這一集的小感想 那麼我就會抽出兩個人 你可以分別獲得Hobo Nietzsche 跟Snooby的這個手帳 再加上一點小周邊 好啦 那麼不知道今天這一集 大家看得怎麼樣呢 真的非常感謝成品的邀請啊 讓我人生真的是第一次的 做了電房這麼有趣的外景 我身邊所有東西的電子化 都是時事所趨 但我是非常珍惜的 希望我千萬不要忘記 書寫跟貼貼紙的快樂 也要非常感謝 情美成品文具館的各個可愛 被我抓住的同事們 那麼我們就下一支 寫寫貼貼的影片再見喔大家 掰掰